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 台獨港町跟臺灣高鐵的政黨署長 雲基 洪查到一項報告是全部的誘拼 但是其中有含大麻的性分 雲基告案表示說 他們家的家人 有著要來掏解到家人的情緒 只要在美國的網站 來買這個家人的誘拼 因為運動是十年以上的黨罪 雲基除了主動嚴嚴 證明牆壁之館 也拿出於給我家舊上的就位記錄 這總算得到檢察官不依稍出的出份 目前暫時尚街真的很聰明 雲基我當時台獨港町和台灣交替的黨署名 政府沒有公開出面 他再次收拾新聞版面 就是因為他抓到大麻環洪調查 調查後,任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依法為不期數處分 一般運輸毒品的案件要用物買來抗便是不容易的 而且檢警會透過搜索扣押的手段去先一步扣得客觀的物證 讓被告無法抵賴 不過這個案件有可能是因為被告有提出 相關一些國外的證據證明說確實可以使用在狗身上 那因此才做成不起訴處分 檢訪以後,本期在美國公開刪定 賣台幅參與關心的狗狗愛度 一般消費者在日本路上 很難知道商品有大方的新聞 驚長的過程,陷阱有分數特訊 受驚情不一樣 也很難認聽,有很多的歡喜 哈囉,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按讚 大和 我